法国有一座四百多岁的灯塔,被叫做灯塔之王,它就是哥都王灯塔,法的高度王。 今天一大早,我和爸爸要坐海轮去参观这座灯塔。 海轮在大海上航行了一个小时,终于我们远远地看到了灯塔。 灯塔周围水太浅,海轮不能靠近,直接远处一艘海陆两用船慢慢开来。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去坐船或者汤水,好多人还是选择自己汤水。 这座灯塔高67.5米301个台阶,考验身体素质的时候到了,跟我上去吧。 灯塔里有讲解员,详细讲解。 看这个图你就能知道,从1611年到1855年,灯塔逐渐地加高,才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。 灯塔体建了法国建筑艺术最昏凰的时期,最让人惊叹的是第三层的教堂。 猜猜这些原动物是干什么呢? 他们是为了方便运送东西,和方便维修。 灯塔的301个台阶乘螺旋上升,上下只有一条道。 终于爬上去了,抬头就是灯塔的灯,它的白光可以照射22海里41公里。 这时候开始落潮了,通向灯塔的路也露出来了。 站在灯塔上眺望的远方,感受在海天之间的感觉。 你喜欢我的讲解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